-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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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个时候你是蛮享受这样的感觉 - 那个时候是一个很... 那一个其实应该享受... 我所谓享受是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啦 因为2003年10月31日 Abdullar Bhattavi 接任首相 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多人是很有希望 很多人对马来西亚是充满憧憬 因为突然间巨人结束了 巨人的时代结束了 然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然后Abdullar Bhattavi前面100天 我后来听了那些他身边的幕僚说 前面100天他们是跟他开... 在一个... - 策划 在Panco开了三天的会 就策划100天 还没有当首相说是前面100天怎么样策划 后面没有人帮他策划 所以就搞乱 那前面100天其实他给很多人打希望 而2005年虽然说开始有很多人失望 但是还是很多人寄予后望 所以那个时候 上电视的那个制作人的标准就是 他说... 不要批评首相 只要不批评首相 只要不批评首相 对 我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只要有根据 你谈的东西有根据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文化是好的 这样的文化是好的就是 我们谈什么东西要有根据 要有数据 要有资料 只要你谈的东西是有根据呢 不是乱扯的 然后不要批评首相呢 什么都可以谈的 所以那个年代是蛮好的 那段时间也是我们做议论节目的媒体员的 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而且那个时候你看 其实马来台也有辩论 马来台辩论的 其实那个时候是回教党很多开明派 崛起成为全国政治人物的时候 因为当他要去辩论的时候 保守派没有不懂经济 保守派没有办法谈宗教以外的事情 所以要辩论经济的时候要找开明派去 要找专业人士去 要辩论什么时候要找专业人士去 所以那个年代其实我觉得 回过头来那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所以我觉得你们行动党也好 反对阵线啊 至少办一个勋章给敦阿杜拉 民主之父 我想也是 他自己 其实有一本书 是Bridgett Walsh编的 就是说阿杜拉的那个年代 我也有一篇文章了 那本书的书名叫awakening awakening 如果比较文雅的方式叫做觉醒 是讲阿杜拉时代的 那我开玩笑的时候 这个awakening 中文可以翻译成睡醒了 因为书里面他也访问他 为什么给人家拍照睡觉 然后他说他是有疾病 有什么的 可是阿杜拉自己评断自己 他最后自己评断自己 他也觉得说他自己是开拓民主空间 这个很有趣 阿杜拉自己觉得他是开拓民主空间 这个确实是蛮 不管是有意还是管不来也好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 在民主上 至少我觉得能够促成308 他鞠躬不少 我觉得也回头谈Abdullar 我觉得还要谈一个就是 308当晚的决定 就是说当晚是后面听他身边的很多幕僚 我们聊天的时候讲 308当晚 Abdullar宣布承认五州 就是指政权落入反对党 这个怎么说 决定 尊重民意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以后历史上要记上一笔 是 为什么要记上一笔呢 因为当时候有很多人 我们后面知道 原来有很多人告诉他 今晚不要承认这个选举决定 而且反正掌握兵权 掌握警察 对 而且有人 然后我据说有人要骚乱 Abdullar说如果你敢骚乱 我把他抓起来 这个是我听到 但是我觉得说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没有听到这些案 你回头看308当晚 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说 赶快回家 今晚可能会有暴乱 我当时候在槟城 在槟城 我是大概6点15分呢 就听说 我在国会选区里面的 所有的州议席 新东党都赢了 那个是一个很惊人的讯息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 新东党只有一个州议席 而升旗三之前被认为是 民政党的强区 底下有许子跟以前的选区 以前首席部长选区 担用乌鸦 有其中一个想当首席部长的 丁福南的 Blautikos 然后还有就是 职务员也是相当困难 只有林冠英 我们觉得林冠英 应该会赢了 挨不掉 所以当那几个州 选区都胜的时候 胜的时候 6点15分 哇 这个可能很了不起 然后我就听到说 马干 冠英的国会选区 底下的州议区 全部横哨 还有就是 担用底下 潮管有胜 因为潮管有胜 邓章耀 那我也是很惊讶的 因为那个趋势很难打的 而且没有想到 潮管有胜 邓章耀 又另外一个首席部长候选人 我就觉得 哦 我说我们应该是执政的 因为我在 投票前两天 我们在寒江 有一个大型的演讲会 来了6万人 我当晚过后呢 跟另外一个同事 叫吴兴隆的 我们就跟冠英说 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租一个礼堂 租一个酒店的礼堂 什么的 我们应该要有 一个酒店的房间 准备我们万一之政 要把我们所有的 这个议员囚禁 不是囚禁 就是要把大家 大家 关起来 集合起来 因为这个是从学校 回教堂学回来的 因为以前 常常发生就是 中间被绑架 有发生过被绑架的 所以回教堂的做法就是 选完如果看到执政的话 就全部人集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订了一个酒店 然后就订了一个礼堂 输了不要紧了 至少可以开一个记者会 结果 六点多我就叫 我看了这样 我说 好了 叫我们的人回家 叫我们回家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礼堂 然后最后 十几个议员 十几个大汉 没想到 因为我们都中选了 躲在一个房间里面 躲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 当时会不会 理官也会有点手忙脚 没有想到会执政 没有想到要做这个执政的宣布 这样子 我们的执政宣布 是午夜的时候宣布的 九点多 我跟朝官有开第一个记者会 我们因为礼堂都有准备好 媒体中心准备好 所以镜头都在那边 我跟朝官有开第一个记者会 我们就 因为你刚刚说 叫大家回家 所以我们九点多 我跟朝官有开第一个记者会 你会讲什么呢 就只是讲那个 请大家回家 请外面的群众 大家回家 就这样而已 就是你们有份制造这种恐慌 我想 你回过头来 从我后面 从阿多拉身边的幕僚 所知道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 当时候的决定是对的 当时候叫我们的支持者 在街上 叫支持者回家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确 巫统里面 有些人告诉阿多拉 今天不应该承认 这个成绩 所以我说 历史上有时候 真的是由人 人领袖 在关键的时刻 他做的决定 可能就改变这个国家 谈到阿多拉 其实我想谈哈比比 因为我见过哈比比 哈比比的演讲 不是很好 我们在槟城研究院 请过他的演讲 然后他讲 因为他是一个飞机工程师 然后他就讲他的飞机啊 这样的热情八糟 这样的论 可是私底下吃饭的时候 其实是很感动 因为我在澳洲 是也学很多印尼政治 我在澳洲 念了很多印尼政治的这个事情 哈比比 在苏哈多下台的时候 接过 他是副总统 他接过当总统 每个人都不看好他 可是他在 只是做了一年多而已 后来也没有办法连任 可是那一年多里面呢 他决定要把中央的权力 下放给市政府 因为他当时的决定 所以中央下放给市政府 他决定开放党禁 就是说 谁都可以成立政党 所以很多政党 民主化 他开放报媒体 他解决东地文的事情 其实很多印尼人 还是愿他 东地文 这样子就放出去 可是 我觉得他 短短的一年多 垫下今天印尼的基础 印尼今天还不是很富裕 但是很多印尼人 不要来马来西亚了 为什么呢? 印尼亚加达的具体工资 是800多块马币 我们的最低工资是1000块马币 所以很多印尼人觉得 他可以在印尼工作 那我为什么讲到哈比比 是因为 当我看到 Jokomi当总统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要回过头来感谢哈比比 那一年多 没有考虑有没有的联任 就是疯狂的 在短暂的时间里面 完全民主化这个国家 我觉得马来西亚欠一个哈比比 或者欠一个哥尔巴乔夫 有一个顿阿多拉也不错了 还有308 关键就是顿阿多拉 没有向哈比比的决心 没有向哥尔巴乔夫的决心 因为哥尔巴乔夫跟哈比比 最后的下场都是 他们的政权失掉 他们没有当总统 他们的整个 整个苏联倒掉 所以阿多拉在那几年里面 其实他都一直想要巩固政权 他同时想民主化 又同时想巩固政权 同时想改革 但是又怕这个又怕那个 港内反弹 所以到最后 没有什么所成 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然后 不过至少从阿多拉到哈比比的这个例子上 我觉得一个领袖在关键时间做的决定 就在决定说最后他是不是一个改变历史的领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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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